二零二年中華職棒總冠軍 中信兄弟擊敗樂天桃園 再度拋出黃彩帶 順利完成二連霸 總統蔡英文熱情款待 不過副總統賴清德 至此時怎麼面有難色 師民偽裝成爪迷當然不習慣 就連一旁兼任中指會長的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也補刀 故意把應有賴清德名字的兄弟 球衣轉向鏡頭 高的賴副總統露出尷尬 又不是禮貌的微笑 不過這樣還沒完 蔡其昌最後一句亦有所指 而在美國也有同樣心聲 唯一支持賴清德參選下一屆台灣總統 華府台橋排排站 喊話美國國務院要讓賴清德以候選人身份訪問華府 國民黨籍跟其他非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都能夠隨時訪問華府 副總統而不能夠到華府訪問 這樣是非常不公平 二零二四大戰即將開打 民進黨定義一尊的賴清德 黨內外齊立拼總統大位 金雄王廷 郭英廷 蔡芳報道 更多精采的新聞影音請訂閱按讚 同時記得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